今天互动话题 我们讲讲这个G20这个习拜会 能不能帮助这个中美两国 是修补他们的双边关系了 我们都知道在中美博弈之下 中美两国的关系 已经降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了 那近年来从香港 台湾到南海 再到这个贸易战以及这个科技战 中美在一系列问题上 分歧是非常的严重 使得这个双边关系不断的下探 那G20峰会两国元首的实体会面 是不是来了一场破冰之旅呢 对未来这个双边关系 您觉得有机会因为这一次的会面 而有所改变吗 就大的方向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这次的会议节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吧 就毕竟就自从疫情以来 或者是自从拜登就当成美国总统以来 就拜登跟国外主席 几云艇是第一次就一个实体上的会面 所以就这个可能是那个意义方面 还是会比较重要的 而且在会议上方面的话 其实大家都是各自就是上述或者强调了 就是各自的立场就是在方面面 都是这样的立场 而各自立场的话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修正 就只是可能就是面对面把这个立场就重新再阐述一遍 但是从那个气氛来看的话 就毕竟这种就两边大国的那个元首会议的话 其实本身就在会上面会说什么 谈什么 基本上可能就之前就内部下面的人交流的时候 基本上都已经就定下来了 所以就林强出现变故的那个可能性并不大 所以就是只要就两边 对面的话 那个气氛 或是各方面良好的话 其实失出的那个信息 还是会比较重要的 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 就大家或是还是比较担心 其实中美两国在那个 就是经济领域 或是贸易领域出现对抗的 对抗的 环境以下的话 会不会就进一步可能就演变为冷战的 甚至就进一步也会有热战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从两边溃灭的那个气氛 或是两边的态度来看的话 就至少两方面就会以后的话 还是就还是有一个笑着握手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方面的气氛传出来的话 可能就是两边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演变成冷战 或是进一步演变成那个热战 这几率还是会比较低的 但是现有的一个就是对抗的那个情况 就比如说美国对于中国的那些贸易上的制裁 就技术上的封锁 大概率其实还是会延续下去 所以实际上可能没有看到改变 但是气氛上或是对于未来的预期来说的话 可能稍微变得更乐观一点 那如果说具体来说乐观的方面 其实我们看中美之间能砍的问题其实很多 如果是从政治方面军事方面 包括在俄乌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台海方面的问题 这个是市场上可能担心在于 这个政治啊 军事格局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热战的风险 那么这一块呢 大家可能会有一定的忧虑 而在经贸方面的话 除了贸易战之外 包括在一些科技啊 芯片的禁运 或者中概股退市危机的这样一些审核问题上 又会是中美之间的一个交论的这个争论的一个焦点 所以在这些方面来看 想问一下Alan 您觉得哪一方面市场可能出现暖风的机会比较大 值得我们来做一些正面的憧憬呢 现在看的话可能就是大家都觉得 就至少在俄罗斯那方面的军事冲突里面的话 其实中美两国共识还是有的 就是因为两国都其实都肯定 或者是都在富裕其实不要进一步就升级成一个核战争 就至少这方面就中国态度表达的是比较明确的 这个可能就是击除了就未来一段时间就环游过西方 就对中国会不会支持俄罗斯就综合核武 就这方面的情况可能就演变的比较乐观一点 然后那个台海问题的话 可能就是中美因为台海问题就演变为一个就热战 或者是军事冲突 短期的风险可能就并不是太大 所以就这两方面的话可能就样式市场就是看待的稍微乐观一点 但在原有就已经出现就是对抗 或者是就是这方面的领域就包括你提到的 就是那个关税贸易的问题 或者技术方面的封锁的话 或者是那个中美就关于中改股那个审概的问题 这方面的话其实就没有太大的改变 就本身就该怎么去演变怎么去发展的话 就未来还是会延续这方面的一个局势 那除了这个地缘政治方面 但我们更加跟资本市场更相关的 我们可能还会关注这个中概股退市这件事情 所以再强请问一下Alan 您觉得这个市场这个预期 这个年底前美国当局可能会有初步的这个审计报告和结论 那您对这方面表示这个乐不乐观呢 那中概股整体您觉得有机会可以避免一个退市吗 市场的预期你从就是股价的反应来看的话 就是预期是就中概股 大部分的中概股是可以通过就美国PCAOB这方面的审核 可以避免在美国退市这方面的一个趋势 那至于最终能不能达成协议的话 其实现在就没有办法做一个就是比较靠谷合理的预测 因为就是这种PCAOB的人员就来到香港做那个检验以后的话 基本上所有的消息都是保密的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就是知道最终就能否通过这方面的一个检验 但就是一个合理的推测吧 就是应该完全就是完全所有中概股都不符合检验 就完全所有中概股都推市的话 这个风险我觉得应该是并不高的 所以最终可能出现结果的话 有部分可能是就是PCAOB的人员就得到他们想要的 就一些检验的资料 而另外一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并没有 就是得到他们满意的一个结果 所以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部分退市 而且是部分就留在就是美国实际上市的可能性 还是会存在的 所以就是这方面 但是因为是市场就已经完全开心了 就他们这个就不会退市的风险 所以就算出来的跌果是可以延续在美国上市也好 我觉得这些中概股的进一步股价上的那个刺激的话 还是将会有点 明白 那另外我们再聊点今天的一个花边新闻 就是看到巴菲特 今天有看到消息的话 都看到巴菲特一向对科技股不买单的 今天开始要在台积电进行一个建仓 是让大家市场上多少会有些诧异 但是这次的目标定在这个台积电方面 我想市场人士大家可能也会把它视作一个这个台海关系 一个参考指标 因为过往我们知道像台积电方面 它一直会把自己的先进产能直留在台湾本土 那么现在看到呢 这个之前呢 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也好 在日本也好 甚至在新西兰跟新加坡 都想要去新建自己的这个高端制程工艺的产能 所以当时很多人会觉得 是不是台积电在提前给自己做准备了呢 万一台海开战 令到自己本土产能或者是高端产能受挫的话 那不想一个鸡蛋放在 这个很多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所以开始将向世界各地输送自己的一个高端产能 现在呢看到 古神巴菲特都开始对台积电开始进行一些投资部署 某程度上来说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好像古神没有在担心台海的问题 我似乎觉得这个局势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 这个想问一下 艾伦会不会有这样的一层意味在里面呢 可能就他的判断就觉得 就是台海这方面的短线演变成热战 或军事冲突的那个几率还是偏低吧 就所以他才就是把这种地人建设 或是军事冲突的那个风险偏偏过 但对于就巴菲特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台积电的投资 就没有太违反他一直的那个投资的策略 因为就是就股神 就包括寻找的都是一些价值型的投资 其实他之前就就比较少看一些科技股 或者少看互联网股份 主要是第一方面他是看不懂 就是他的说法是他看不懂 就是互联网就整个最终就那个可持续经营的模式 是怎么样 或者是那个可持续的盈利的模式 就是因为底约是这样 就有部分的那个科码股 其实就可能是10点20年都没有办法实现那个盈利 或者是最终也没有办法 就是有了一个可持续经营的一个方式 但台积电的那个情况不一样 因为台积电就并不是一个互联网股份 它并不是一些轻资产的股份 它也并不是一些收盖的股份 台积电是一个很实在 它有技术有厂房有收入有利润 而且你看台积电的估值它是一个极度的便宜 比如说就以那个股神的那个入股价格来看的话 大概也就十来倍的PE 所以你就回看整个股神的那个普普流里面的话 十几倍PE的那些股份的话 可能就跟苹果差不多 因为股神本身也不是第一次就投资科技相关的股份 而且就是台积电也说的话 它除了有一个高科技的属性 其实它更多的属性是一个制造业的属性 因为它就在那个制造业里面比较一个核心的定位 而且它有它的核心的技术 它有它的核心的资产 所以我就不明白 就大概为什么对于股神这方面的那个就是操作 就感觉到是很信仰 因为台积电投资是很符合就是股神 它的那个投资的逻辑跟那个投资的策略 就只是它就大概可能就关心 是不是就意味着股神对于台海的那个局势 或是那个军事冲突的风险的判断 就跟其他市场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就是对于股神来说的话 它有可能是判断就是短期以内 或是它的那个就是有效的投资周期 一般它投了 它可能要只有就五到十年了 甚至更长的一个时间 所以它判断可能就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也化成一个军事冲突的机会 或者风险还是天地的 因为巴菲特是不一样 是股神 所以大家都会对它有一个过分的揣测 就有过度的一个解读 那好了我们看到这个市场 还是这个乐观情趣 所以说应该是充斥着 虽然有一次数据内地的经济数据是不大好 但是今天三大的指数 内地的上证指数 深层指数都升超过1% 那港股这一边更是涨了 超过2% 3%了 我们先看一组内地的经济数据 拉动内地经济的三头马车 是全线的差过预期 三头马车当中 是以零售表现最差了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是转跌了0.5% 15个月来首次下跌 兼是远差过市场预期的升0.7% 期内我们看这个规模以上的 工业增加值按年是升5% 那么这个数字叫9月 是放缓了2.1个百分点 略差过预期的升5.3% 而1到10月份的固定投资 按年增长是5.8% 按年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升幅 那么也是略微地 差过了一个市场的预期了 那国总级就预料 这个消费市场会持续受到 疫情的一个困扰 又指出受到疫情 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 经济下行的压力正在增加 那想问一下Alan 疫情是不是现在内地经济下行 面对最大的不可控因素呢 担不担心未来这段时间 尤其是步入冬季之后 这个内地感染的个案 会持续地上涨 政府会不会又重新来到 收紧这个防疫的测试呢 对于经济重启呢 又不会带来一些不免的因素呢 现在最大的情况可能才是那个内地反应政策的那个走向吧 就我们看到就自从就是上周那个 魏建委就公布新的那个21条后的话 内地部分的城市的那个反应政策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调整 就比如说所有人都是比较观望 就是石家庄的一个情况 因为石家庄就在放松疫情管控的那个步伐来说的话 可能就那个步子卖的还是比较大了 就是他们已经取消了那个全民的那个强制检测 而且是入场所的话 可能就也不用就再少一些 就少那个健康码这种情况 就所以就因为现在就好像全国来说的话 就只有石家庄就有那么积极的一个就放松防疫政策的那个走向 而其他的地方就比如说疫情反弹比较严重的 广州的话还是实施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管控 所以就是未来究竟怎么样去发展的话 可能就还是大家比较关注 就当然就面临那么大的一个经济下行 或者是零或者零收消费 或者其他工业生产的那个下行压力底下的话 可能就是就是内地可能放松管控的那个有因会逐步的增加 但最终是不是这样的走向的话 可能还是要进一步的一个观察 就首先就是谁要抓这种的那个放松的那个措施 是不是能够延续下去 而其他的那个城市会不会参照 就是谁要抓到这样的做法 而且是进一步的那个就放松管控 可能就是未来决定就是就是内地能不能够走入疫情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看今天在整体公布的经济数据方面 明显是差过市场预期的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看今天市场还是给出一个相对比较正面的一个反应 所以想问Alan 您觉得今天的市场反应主要是反映到哪些方面的利好的 认为是说这个习败会之后 可能会打消市场很多一些风险疑虑 还是说可能您刚才提到一些在疫情防控政策方面的松绑 给到市场信心 亦或是说可能可以憧憬未来中央有更多的一些释放一些政策利好 或者说是一些货币政策的一些投放 有机会给市场进行一些兑现 您觉得今天的市场情绪是炒作哪一块比较多呢 市场情绪是比较振奋 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有点复杂 可能就各方面的就是因素的那个总和导致 今天的那个市场情绪的亢奋吧 首先可能就是有一个赚钱效应 就毕竟连续几天上涨的话 可能就是对于部分投资来说的话 就很短时间就获利顺踪 可能会有一个进一步追低的这么一个心理存在 另外一方面你刚才提到 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跟拜登的会面的话 可能也是让市场吸出一个比较利好的信号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虽然就内地公布的经济数据是远差于预期 但毕竟这些都已经是发 这些都已经发生了 而且是大家可能就有一种心态就觉得 就现在那么差的那个经济环境 或者是那么大的那个经济下行的压力的话 可能会导致内地可能会进一步 或者是加快放松就是疫情的防控措施吧 就毕竟就未来阻挡内地经济能不能够有一个强劲反弹的话 就还是在于一个放松就疫情下的一些防控措施 就可以导致的 而其次的话可能还是跟内地房地产 就是有些比较大的相关 就自从周末的时候 就是内地央行就公布了那个旧事 旧事件条的那个旧事以后的话 昨天晚上就内地的旧事件部 也进一步可能就那么长时间以来的话 可能是这么一条可能就对内房的债务 或流行性来说会有一个实质的帮助 就是允许这些内房从他们的预售款里面就提出 可能就最多30%的预售款 可能就用作一些偿还贷款 或支持流动性的一些作用 所以对这些内房企业来说的话 可能就是一种就九汉红干露 这么一个情况 就至少现在就是有一点钱或流动性 可以支撑就未来的运营 或是可以偿还部分的一些就是贷款 或是债券 这可以是避免就是自身的一些财物 或是债务的情况 会进一步的恶化 所以大家就突然间觉得 好像就很多个就已经死心的一些行业 都露出一些就是富国的曙光 所以就在这种氛围情况底下的话 就是大盘虽然就过去连续上升那么多点 所以今天还能够有进一步上涨的动力 就像艾伦所说 市场上接耀连山 又这个好消息为港股来到冲洗 那么恒指时隔一个月 是成功挑战了18000点这样一个关口了 那我们看到昨天的成交急增超过了2000亿 今天也是有个大成交 目前的成交金额 已经是去到了1528亿这样一个关口了 那这个目前恒指是抱在18210点 那指数上涨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您觉得会不会出现一些获利回吐盘呢 令到大盘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阻力 在未来的以后市展望上 就有点奇怪了 就昨天那个获利盘是比较显著的 但今天反而获利盘 获利回吐的那个趋势又不是那么强 就你从那个北水就是拿下资金的那个 就禁流出流入就看到这种情况 因为就昨天过上周五的话 我们就看到路的一个比较大额的一个禁流出 反而今天尤其是早上吧 那个禁流入的情况还是会比较显著的 好像就昨天过之前 就已经脱离离场了投资者 就突然间又把资金就调回来 可能就是刚才提到的有一些边际上的一个变况吧 就包括内地就实际上的那种的放送防控 然后同一时间也看到 就黄金产那方面的一个新的一个消息 所以就可能那个短线往上的那个动力 还是会存在 但就继续上了上去的话 无论是RSA也出现一个超迈的情况 而且在往上的话 上面的一些卸扣 或者是就一些累积的扩利盘 还是会比较严重的 所以在往上的话 可能就去到18500左右吧 可能大概已经到了 就大概心里面一个短期 或者是中期反弹的一个目标所在 短期要冲破100天线 就是18800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就暂时还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时间 好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了 感谢Alan 那广告过后之后 我们回来再聊 感谢Alan